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跟進了一個非常切身的健康問題 話說有股菌來勢洶洶 衛生署最新的公佈剛剛的時間已經導致7人死亡 這麼厲害的菌是什麼事呢? 這一節跟各位一起說說 另編商說回疫情打針方面 原來不只打科興 連打復必泰也很有機會會打第三針 最新的消息是怎樣?這一節跟各位網友一起跟進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多謝各位 我們事不宜遲先看看這篇消息 根據東風日報的最新報道 月刑鏈球菌個案近月是飆升 錄得7宗死亡個案38人留意 醫生就指是極不尋常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衛生防護中心前日10月18日公佈 過去40日接獲醫院管理局通報有79個住院病人 感染侵入聖月營鏈球菌 較過去三年 即2019年至2021年8月 錄得每月介乎9至26宗的個大幅增長 醫管局表示79宗感染個案當中已經有7人死了 有38人留意 34人出院 有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認為 這個病症的死亡率是介乎6.5%至11% 而本港的死亡率與民憲相約 但是侵入性月營鏈球菌爆發的情況相當罕見 可以說是大件事 市民應該要重視 以及處理淡水魚的時間要加倍小心 應付疫情打不打針 竟然是非常苦惱 突然之間有灑新的病菌出來 而這病菌的致死率也挺高 過去的一段短時間 已經有7人過了身 各位必須非常留意 因為專科醫生說是大件事 因為事實上的死亡比率 至至現在的致死情況 人數等等 都是值得各界重視 究竟怎樣才能迴避到這個菌 報導內文提到今年9月至10月10日期間 合共錄得79宗個案 涉及42男37女 年齡介乎1月大至96歲 他們主要出現敗血症、腦膜炎、化膿性關節炎或腦腫等 情況非常嚴重 經調查顯示部分病人病發前曾接觸淡水雨包括橫雨 當中部分人報稱處理未經煮熟淡水雨時手部帶有傷口或因此導致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到了部分患者曾到訪的荃灣陽屋道街市 和元朗的雞地街德香港實業有限公司採集環境樣本和雨樣本 經過化驗後屬於血清三型基因罪列營 與最少32宗個案吻合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林偉信認為 本港在短時間內出現多達79人爆發極不尋常 市民應該要高度重視 各位網友對這個情況不得不妨 因為專科醫生非常患有地說這件事是大件事 短短短一個月時間有79人有機會感染了這個病菌 零便箱裏有多達7人過了身 經過調查暫時判斷處理淡水雨 大家知道日常在街市買雨都會處理淡水雨 或者你的手有傷口的時間導致這件事發生 所以各位網友近期要提高警覺 買魚的時間要更加小心 以及留意自己手上有沒有傷口 擔心病菌的致死率老實說也相當高 既要面對來勢洶洶致死率高的心病菌外 另一箱亦和各位網友更新一下 究竟用不需要打第三針 根據東方日報的最新報道 接種兩劑疫苗後的抗體衰減 崔駿鳴就估計打第三針應該是定局 報道的留言是這樣的 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 就在下星期三10月27日開會 討論是否有需要打第三針加強疫苗 有份提供疫苗的科興已經率先表示 接種第三針可能是必須的 並指研究顯示第三針應該與第二針相隔至少28天 如果相隔6至12個月接種的效果 是沒有顯著的差別 香港醫院藥劑私學會會長崔駿鳴就在今早10月20日的電台節目表示 由內地研發的科興疫苗有效性約5成 完成接種兩劑科興疫苗的人士抗體水平在6個月後就會降低 對科興建議打第三針並不驚訝 認為60歲以上的人士或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士最需要接種第三針 崔駿鳴就認為接種由內地及德國研發的復必泰疫苗人士 亦可能需要打第三針 只是不用像接種科興那麼迫切 因為科興的抗體跌得太快 另外政府早前扣入各750萬劑科興和復必泰 相信已足夠250萬人打第三針 至於不需要交接種,崔駿鳴就說外國有研究顯示 復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交接種後的抗體水平較好 但相信政府會建議接種科興的人第三針繼續打科興 但若然市民希望第三針轉打復必泰也未嘗不可 簡單來說就算你打復必泰的朋友也好請準備打第三針 之前一直說法就是打科興的體內抗體會跌 於是要打第三針的加強劑 但據現在各界最新消息顯示 無論你打科興還是復必泰請準備打第三針 至於最新消息如何我們會繼續跟進 另外和各位網友講講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泰興即是那間吃東西的餐廳 有員工疑似戴同一隻手套 抹完鞋底又上菜 食客投訴衛生惡劣竟然獲得泰興這樣的回覆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疫情之下大眾衛生意識提高 對食市的衛生要求亦相應提升 有網民拍攝到將軍澳新都城泰興的情況 顯示有視影帶了全賽用的膠手套去抹鞋底 事後亦不見他更換手套繼續工作 令人擔心有衛生問題 拍片者於是向泰興投訴 管理員回覆即時已經跟進和對店內訓示員工正確的做法 希望大家給此機會去改善 泰興回應HK01的查詢時役指 將會加強員工的培訓 以提升員工對公眾和個人衛生意識 有圖有真相大家會看到泰興的員工 戴著一個藍色的膠手套 本身是用來傳賽用的 但他被拍攝到拿著膠手套拿著紙巾抹鞋底 其後亦不見他更換膠手套繼續傳賽 不少網民看完片段都直呼很髒 就說他對鞋還要客人健康 又夜雨手套只是保護他的手 就說他自己的個人衛生就做到足 OK 抹乾淨對鞋先拿東西給你吃 夠衛生 也有人指很多食店有類似的情況 但手套只是做樣子 衛生意識仍然很差 有網民就說戴著手套收錢 那邊就碰食 亦有網民就說戴著手套去柯尿都見過 不過有網民就反駁 片段裏面就沒有拍到店員用同一雙手套 他們就說你不讓他之前換了手套嗎? 只有這麼短的片又誣人嗎? 網民這次都可以說各有不同的意見 但怎樣說都好 拿著手套來抹鞋底 其後雖然沒有確實的情況 看到他到底有沒有換手套 但怎樣說都好都不是太應該 因為始終你本餐是給客人吃的 加上太興這麼大間的連鎖店 沒有理由這樣做事 於是網民對太興的回應都即即清奇 就說我們給一次機會 我們會培訓員工 所以有些網民都非常不滿 就是認為這次真的看到你 假如平時看不到再骯髒一點也有 來到節目尾聲曠仔 為各位網友報導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 同時一度冷風已在華中形成並逐漸向南移動 預料在明天下午橫過廣東沿岸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的天氣預測 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 吹和換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靜 指望明天有幾陣驟雨 稍後轉吹北風 氣溫顯著下降 隨後兩三日較量及有幾陣雨 早上氣溫就會在二十度以下 各位老友記即是翻北風 所以各位要留意天氣變化 這幾天急速下降 有個溫度有機會跌穿二十度 所以各位老友記千萬不要凍親 出動冬天衣、長袖衣來做好保暖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再聊天